桃圆扬梅丽间大卖场 停车场里头有一位郭姓民众 他在停车时 疑似没有注意到视线有死角 撞坏了里头的消防水管 现场开始喷洒消防泡沫 让停车场变成了一片泡沫 好几辆车也跟着遭殃 而由于消防泡沫是具有腐蚀性的 可能会造成车辆损坏 现在业者跟这位郭姓民众 已经在讨论后续的赔偿问题 停车场一片雪白泡沫 全都来自消防洒水系统 不过好端端的怎么会启动消防设施 他停车的时候应该是撞到旁边那个 我们有一个那个消防的那个 按钮的一个地方 消防系统硬生被撞破 桃圆扬梅一间大卖场 25号晚间一位郭姓客人 在停车的时候 疑似因为视线死角 没有注意到车阁旁边的消防系统 直接撞坏管线 现场开始喷洒消防泡沫 而且洒水管下还停了好几台车辆 全部都跟着着羊 从车头到车尾无一处被泡沫包覆 现在还可能因为消防泡沫有腐蚀性 导致车体毁损 卖场在第一时间报警 但因为事故地点 属于非道路范围的停车场 警方无法介入 现在将由业者还有郭姓民众 讨论后续赔偿事宜 记者林朱强桃圆报导